110年大学繁星放榜花莲四位高中 这次有48个人报名繁星 43个人荣登金榜 录取率高达9成 其中更有包括是台大、交大、政大等16位同学都录取国立大学 表现相当亮眼 也成为花莲录取率最高的私立学校 花莲县私立四位高中 在今年度的升学成绩相当亮眼 以繁星计划来看 普通科有48个人报名 有43个人成功入取大学 其中更是有16个人入取台大、交大、政大等顶尖的国立大学 这一次的成绩我五科都达到了顶标 虽然是能够选填一些医学系 但是由于从小都对城市设计有极强烈的兴趣 所以我还是选择了阳明交大的资讯工程 我平常是借由上课认真听讲 以及回家以后认真做练习 以及不会的问题去问老师 这样的话让我的学习程度更上一层楼 我要感谢学校提供繁星这个管道 让我能上国立台湾大学哭理学系 然后接下来我要感谢我们的数学老师 曾子峰老师 他真的很有耐心在教导我数学的方面 然后他一直解决我数学方面的问题 然后也很有耐心 最后我想要感谢我们班导陈一新老师 在准备学测这段期间 其实我身体一致不是很好 然后老师都会带我去看病 我对自己的成绩还算满意 然后会选择系的原因是因为 就是我从小就对语言有蛮大的兴趣 然后我也蛮关注一些欧洲议题 所以未来就是希望可以往这个方向发展 我这次繁星推荐 繁星计划推荐 我选择了中正大学的经济系 因为我这次社会考了满几分 加上因为商业类科一直是我的兴趣所在 所以我选择中正大学的经济系就读 那能够推上中正大学 我觉得要谢谢学校老师的帮助 还要一路上的陪伴 然后也在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 对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建议跟教学 同学们力拼拿下好成绩 录取心目中理想大学 除了凭自身努力之外 学校提供的资源也很重要 针对这样大学繁星 我想说这一个社区化的高中 尤其是市地的高中 这繁星对整个来讲的话 是一个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环 所以我们学校除了这样的 原来既定的这样的一个升学辅导计划 我们还会有一些拔尖的计划 另外针对这样国中会考教育会考 成绩比较优秀的5B以上的 我们会提供入学奖学金 所以如果说对这整个未来 想要朝国立台大或是清大交大 这样一个顶尖的大学 有兴趣的国三生 透过这样的一个 我们市委的这样的一个升学辅导措施 相信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达成自己理想 思维高中这次繁星入学成绩亮眼 从试校当中脱颖而出 今年普通科毕业生有116人 其中43个人已经成为第一批的准大学生 接下来各所大学申请入学第一阶段筛选 名单陆续公布 学校也会更积极安排专业老师来指导学生 准备第二阶段的备审资料 还有模拟面试 期望可以再创高峰 我们都是大学生 思维不够站 就有学历群 华联市报导